猴子拿起供奉的香火朝地上使劲砸去 而里面竟然有一把秀迹斑斑的手枪 于是猴子立刻从地上捡起来 接着满是好奇地放在鼻子上 没想到还有一股火药味 随后他拿着手枪来到国王旁 而国王告诉将军不要让人类得到这把枪 没一会国王就隐恨西北 但猴子将军知道国王的遗嘱后 当即率领三万铁骑 准备将人类杀光 伴随着猴子大军的逼近 男人却独自一人 将他们引到一处洞穴里 紧接着开始按下引爆开关 只见能量瞬间飙升 下一秒猴子大军就被强大的能量波击飞 而猴子将军健壮 当即将马拴住 只见人类已经全部触动 于是猴子将军一声令下 手下纷纷开始打头阵 这时老猩猩纵身一跳 瞬间把男人送去西北 而猴子将军拿起头上的帽子 朝着周围的小卡拉挥去 见到人类的首领后 当即上前一把抓住对方的脖子 紧接着把他甩飞 随后乘胜追击压在身上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众人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 都朝着天空看去 只见天上闪烁着一道耀眼的白光 眼看白光正在不停地逼近 紧接着下一秒一艘飞船出现在天上 就在猴子将军一脸懵逼时 飞船竟然缓缓地落地 在众人期待的眼光中 一群人把飞船团团围住 下一秒舱门居然自动地缓缓打开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发生了 猴子打开宇航服的面罩 这让一旁的猴子大军瞬间懵逼 开始纷纷跪倒在地上 更有人脱下了三级头 以为是他们的祖先显灵 然而此时人群中却走出来一个男人 下一秒猴子竟伸出友好的手势 而男人健壮 立刻上前将宇航猴的头盔拿下 紧接着一把握住猴子的手 直接走到人群里面 可就在男人要拿出手枪时 猴子却突然发现了什么 朝着山洞疯狂跑去 而猴子将军见到激发士气的时候来了 不料一只母猴子突然扑来 于是将军随手将他挥走 紧接着和男人一起掉进山洞里面 伴随着掉落速度越来越快 好在男人抓住了旁边的岩石 然而头顶的将军直接一脚将他踢开 随后轻轻一跃 再次跳到男人的身上 对着他的后背疯狂地捶 然而刚刚离开的宇航猴却又出现 于是男人趁机爬走 不料猴子将军将宇航轻轻一扔 就重重地甩到墙壁上 这时另一边男人拿到手枪 而将军见状立刻躲闪位置 然而这很快被男人发现 伴随着激光炮的发射 让猴子瞬间上头 可下一秒激光炮不偏不已击中他的身体 但猴子将军还好穿着三级甲 随后一巴掌将男人的手枪拍飞 然而这时的男人发现情况有些不妙 就在这关键时刻 猴子将军用手击打男人的天灵带 随后轻轻一跳直接抢过手枪 见到拿到手枪的将军 男人顿时慌了神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队友很快赶来 并发现受伤的小猴子 殊不知猴子将军正在耍着手枪 只见他缓慢扣动扳机 没想到突然子弹走火 而枪声很快被男人的队友听见 但男人还是失去地抬起手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男人惊恐地发现 面前的猴子居然拿着一把手枪 可就在他举手投降时 却发现逃离对方的办法 而此时男人的同伴赶来 猴子将军见状 立刻拿着激光枪对准他们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男人却偷偷地将手伸进旁边的操控室内 只见防护罩瞬间关闭 子弹根本无法贯穿中国制造的玻璃 而猴子将军想要逃离这里 却根本无济于事 可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 原来不久前漂亮博用猴子做实验 然而实验中的猴子 却无法克服太空的环境 而这一只猴子就是强哥专门负责培训的 但就在这时飞船内的灯光突然熄灭 就连太空舱外的电流也出现了异常 可伴随着电力的恢复 科学家发现不远处有电磁风暴 于是队长派出强哥的猴子 准备穿越电磁风暴中心 来研究里面的伽马射线 可就在太空分离舱出去时 队长却发现小艇正在偏离他们的轨道 并且信号也消失了 这时强哥健壮 立刻乘坐上备用的小艇 不顾队友的谴责毅然决然的 要把小猴子救回来 可还没飞多远就被电磁风暴击中 并且机舱也开始偏离了轨道 下一秒舱内的设备全部失离 然而就在小艇顺着电磁风暴时 电力系统居然再次恢复 于是强哥立即发动飞船 然而经过了漫长的飞行 飞船却掉到一颗不明的星球 瞬间就落入到水里 就在这危机时刻 强哥急忙打开船舱的缸门 紧接着爬出了水面 然而飞船却已经无法打捞上来 就在强哥还在疑问这是哪里时 没想到丛林里面竟然窜出和他一样的人 强哥也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然而下一秒猴子大军瞬间出动 没一会就将这些人类抓住 就在强哥以为能逃脱他们的魔爪时 不料来到悬崖后 竟然发现这里全部都是猴子大军 很快强哥和这些人都被压到车上 并且诡异的是 这里竟然猴子是主人 人类反而成为了奴仆 而这些猴子还会拿起烙印 来宣判人类一辈子都是奴隶的身份 然而就在这时 强哥趁机将猴子们的公主劫持住 而猴子公主知道强哥想让自己救他 殊不知直接被关进大牢里 但好在强哥随身背着一把匕首 紧接着带着同伴离开这里 可就在男人准备挟持人质时 不料被公主的手下发现 而强哥告诉对方 自己不是来自这个星球的 只想平安离开这里 然而从小被关在这里的猴子公主 立刻起了好奇心 于是准备跟着强哥一起看看外面世界 随后强哥带着他们来到飞船坠落的地方 接着潜入到水底 将能够和飞船联系的信号器找到 然而在信号的指引下 强哥居然来到猴子们口中的境地 并且强哥发现 必须要穿过这条河 才能到达信号器上面的位置 于是他们趁着夜色出发 但没想到惊动了猴子大军 在一番激烈的斗争之下 强哥顺利来到了河对面 很快找到了信号器上面的位置 但没想到主机早已坠毁在这个星球几千年 就在强哥还在疑惑才过了几天时 强哥立刻来到主驾驶室 开始查阅黑匣子里面的内容 但没想到在强哥离开之后 原来队友也跟了上岸 但因为磁力风暴的缘故居然穿越到 这个世界的几千年前 而先前在舱内养的猴子 全部发生叛变 还在这里繁衍产生了自己的温命 可就在强哥想怎么回去地球时 没想到猴子大军已经赶来 然而先前离开的小猴子 居然在空间裂缝中 一起穿越到这个星球 而此时的强哥被猴子将军逼到角落 并且手枪也被躲过 好在强哥及时启动空间舱 将猴子将军困在里面 然而就在强哥以为回去无望时 却发现小艇上面的遗弃有信号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有回去的可能 于是和这些刚认识的同伴告别后 强哥坐上了飞船 在一群人的目光之中 踏上了新的旅程 经过漫长的飞行后 强哥再次来到先前发生磁力风暴的位置 然而此时一表上显示距离地球十分近 可就在这时却突然想起了警告 下一秒小艇直接从天上掉下 摔在了地面上 可就在强哥下飞船时 走进大厅却发现 曾经的自由女神像居然变成了猴子 当强哥还一脸懵逼时 上面雕文竟然写着 赛德将军在人类的目视救下了整个文明 然而此时一群警车突然到来 下来的竟是一群猴子 影片也至此结束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